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e大叔 那今天又再度來到東門市場的羅媽媽米粉湯 因為我今天比較想吃這一家 所以就先從這一家開始吃起 那黃媽媽下次喔 那創始人剛好就在這邊 阿羅媽媽你好,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好,那請問你們過年的時候休息什麼時候 過年就延旦開始,幾五天 初六就有啦,六號就有啦 喔,這樣子,初六就有了 這樣子 好,那請問說就是 那您當初就是年輕的時候就在這邊創業啦 喔,我來這口 我賣米粉湯啊 剛開始一來 我賣四十多年啊,差不多五十年來喔 是,就是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做這樣 那江夏就上來就開始做 喔,這樣 我來這邊玩啦 有一個店要賣,我就給他買 來玩,來 我娘家,我哥哥就在這邊地面啦 他在這邊開藥店 我來玩,來回娘家 他有魚要賣店,我就給他買 買下來就做完 那,因為煮這個是專門的技術 你怎麼會煮這個呢? 怎麼會這麼厲害煮這麼好吃的米粉湯呢? 我自己家裡也有煮啊,就寫一絲鞋啊 喔,就邊做邊學,然後自己也會這樣子 我沒有去哪裡寫 我自己一直研究一絲鞋 喔,是 不過聽您講話,您應該是客家人啦 是啊,客家人關係啦,新竹關係 欸,是 那現在在這邊,就已經傳到第三代了啦 蛤? 就是接到第三代了 第三代來接您的位置來賣 沒有啦,我是第一代,就做到現在 對對對,現在主要是 現在 我還沒接近水啊,來接啊 喔,是是是 喔,私裡啊,私裡也是 我要做行戶,他自己有事業啦 欸,是 所以說,未來 誰再來接手不一定這樣 欸,是是是 我應該五十戶會來啦 喔,是是是 五十戶會來接啦 欸,是 因為其實還有幾次來的時候,您 剛好沒有碰到您在店裡 所以您有時候也會休息啦 有時候沒有看到您 我每天都來,我先來煮耶 喔,這樣那可能是沒碰到 我六點就出來煮 他們六點半到我先賣 就賣了,六點半就開始賣了 我每天都來煮啊 是是是,好,了解 有時候我出去買菜 喔,那可能是這樣子啦 可能沒碰到 好,了解 謝謝 謝謝 好,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米粉湯咕嚕咕嚕的在煮了 那應該最重要的話 我猜啦 應該是要這個豬大骨 最重要的是 東西要新鮮 好,我猜 買好的 買好的 新鮮的東西 大骨是土豬的 大骨是木火鍋 用好一點的東西 就比較好吃啦 好,是 就是都是材料新鮮要補 材料要好 喔,是 材料不好你怎麼煮也就不好啊 喔,是 OK 有東西要弄好的 什麼東西我就 有好多就拿自己好多 沒有就沒有放 OK 有的就用好的 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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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運用 害人也不行啊 是 好,謝謝 不會啦 好,那材料就是蠻新鮮的 正在處理啦 這 這個應該是舌頭啦 對 OK 好,再來就是照菜單 其實原則上都是 不會很貴啦 好,不好意思 那我要一碗那個 米粉湯 然後 黑白切是什麼都有嗎 還是 除了都有黑白切 呃,好 那我就黑白切好了 然後 那個 欸 還要燙青菜 是地瓜葉嗎 對 好,地瓜葉 然後油豆腐,謝謝 燙青菜 除了你要吃哪裡 好,好快喔 那 都可以 那邊也是 好 動作蠻快的 那 對面也是用餐區 那這邊菜單 就有全部食材的說明 有日文版的 也有英文版的 還有韓文版的 仔細照相 其實店家蠻用心的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就是店家很用心的在製作 菜單也蠻用心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 205年台北傳統市場節 天下第一攤 那這剛好是 這個 柯市長 好 那現在就正在切啦 好 剛好 因為我今天聲音 覺得還可以啦 所以就還是拍攝了 那不行的話 你殺牙我就不拍了 那可以大概問一下裡面會有什麼 這樣比較不會介紹錯 裡面大概有什麼 大概有什麼在裡面 裡面就是 那個啦 豬豆裡面 全部的豬豆裡面的 內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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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豬豆裡面的東西 喔OK 好 欸欸喔 給我拍了喔 OK 那就燙過這樣子 那等一下喔 等等等等 等一下喔 我放在YouTube上面 OK OK謝謝 那這個就是很傳統的小吃 好 那這個黑白鞋 這個老闆娘就講說 老老闆娘講說 就是豬內臟類什麼都有 所以這次就點綜合了 那我就不解釋了 因為有可能會產生口誤 我就 不說了 其實我今天有到你們本地人 最喜歡去吃的那一家 米粉湯店去看 但是它還沒開門的 所以我吃不到 沒辦法 那把薑絲剝開一點 就什麼都有了 那這應該是大腸吧 反正我不知道我就不說了 結果不是大腸 總之材料都蠻新鮮的 因為是菜市場 那像阿姨講的樣 謝謝 像阿姨講的樣 就東西都很新鮮 很好吃 新鮮就是關鍵 它蠻清爽的 然後加上這個醬的話 會比較好吃 嗯 就是這個很傳統的美味 嗯 好吃 好那就推薦 點那個黑白切 就什麼都有 嗯 算是這個大拼盤 好吃 好那很高興又看到第一代老闆娘 她身體很健康 然後中氣也十足 嗯 有了她監督這個店裡 所以這個東西都很美味又新鮮 就保持著這個一貫的傳統 嗯嗯嗯 我剛才應該是有吃到生腸跟豬腥 還有大腸 喔這一直不讓我夾起來 就是大腸 嗯 好吃 然後關於我每天的拍攝 我覺得就是扇元跟二元 扇元的店家比較多 可以看到很多店家跟我講話 都是很客氣又親切 那當然也會有二元呢 看到我就討厭 然後就擺一個臉了 我也不知道怎樣 我也是有付錢吃東西啦 反正 總之就是盡量拍攝出店家的好 那這是我這個 影片的宗旨 還有還原用餐感受 好那這個肉就是蠻柔軟的 好那當然啊 對我很不客氣的店家 我是不可能 不可能會再去的啦 因為 天下店家可惜多 沒有沒有必要找個店家讓我受氣 可以啊 好加上他這個桌上的辣醬跟這個特製的醬汁 應該是醬油啦 或或者不是 我這樣搭配起來就可以凸顯出這個肉的鮮美味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93分 還蠻好吃的 嗯嗯嗯 crít 好這應該是豬心啊 對 我應該不會講錯 哈哈 講錯再更正 阿東西都很好吃 呀 當然店家親切的話 就是讓這個食物感覺更加的美味 好這次那個地瓜葉 欸?我不是要地瓜葉嗎 喔地瓜葉沒錯 那總之就是葉子嫩,然後腥味不要太粗,就是美味 哎呦,很清爽耶,蠻好吃的 從這個影片上看到這個梗,乍看之下很粗 但是還蠻嫩的,很好吃 嚼起來蠻細嫩的,然後很清爽的口味,覺得蠻好吃的 嗯嗯嗯 好,那我覺得就像這個羅媽媽一樣,就是很實在的精神 很實在又很好吃,然後 像媽媽廚房做的味道一樣 好吃 嗯 這一道就超清爽的,大概就只有豬油跟鹽而已 很清爽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1 好,再來是這個油豆腐 通常這個米粉湯,我都會蠻喜歡點他們油豆腐來吃吃看 應該 算是可以評鑑他們東西好不好吃的一個指標性的餐點 很燙口 就很新鮮,蠻好吃的 這可以吃得出這個油豆腐的原味 豆子的清香跟這個外皮炸的酥脆酥脆,蠻新鮮的 切得也蠻厚的,所以吃起來就是很爽快的感覺 很大口很大口 嗯嗯嗯 嗯嗯 這粥很燙 我可以看到這裡面都冒著蒸氣,超燙的 那很推薦 然後加上這個醬油膏就很美味 那分數我覺得是91分 很好吃 嗯嗯嗯 超燙的,感覺像鍋子拿出來一樣 因為它這樣密封著,所以它熱氣很厚 好吃 好,那最後是這邊的米粉湯 好,那上面就是有油蔥酥,還有芹菜碎吧 好,那現在吃吃看 好,這個就蠻清爽的喔 因為我的鏡頭的需要,所以要分開拍攝 如果跟小菜一起吃的話會剛剛好 那單吃的話會覺得它會稍微比較清爽一點 然後米粉就細細的 好,那我今天吃的還蠻豐盛的 比上次比起來是豐盛很多 哈哈哈哈 軟綿綿軟綿綿的這個米粉湯 然後就是高湯這樣子 好,那蠻用心的店家 就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好,這分數我評過了,所以就不評了 好,就很傳統的口味 好,日本的麵粉你可以看清楚 這個就是高湯 你說像豚骨的話還是有點類似的 好,軟綿綿的 好,那個人覺得這一家店還蠻值得推薦的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謝謝 謝謝